香港房屋委员会今日20日宣布,出售居者有其屋、化居屋单位2023居屋2023,即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白 二2023白居二2023将于7月31日上午8时正至8月14日晚上7时期接受申请,为期两星期居屋2023的申请费为270元,白居2023的申请费为230元,同时申请两者则为500元 居屋2023即白二2023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分别进行缴珠,并在2024年第季居屋2023开始选楼,即向白居二2023成功申请者发出准信 在居屋2023下推售的单位,新建居屋单位包括6新建居屋发展项目共9154个单位,包括启德启月院、唐安营院、安丽院和安化院、屯门赵翠院,以及员朗天院 至于众售因买买协议撤销而收回的居单位,愿50个在居屋2020推售的马鞍山景郡院和钻石企祥院,即在居屋2022推售的东永玉雅院和沙田于院 因买买协议撤销而收回的单位,连同节制选 日期开始前约两个月却只因买卖协议撤销而回的该四个屋院的单位,租者至其屋计划诸制化回收单位只适用于路表申请者、房委会资助 屋小组委员会于2023年6月16日的会议上通过恒常化受租制计划回收单位,并将于居屋2023推售新一批租制计划回收单位 最终出售单位数量及详细位名单将于选楼前三个月左右确定 任何人是指名列于同一计划的一份申请表内不论值本或上申请,否则会被视作重复申请 如有重复申请,论任何原因,所有申请一律作废,已缴付的费用会获得退还,亦不能转让 有关详请可参阅申请之居屋2023及白居22023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分别进行 诸并在2024年第一季居屋2023开始选楼及向白居22023程 申请者发出批准信,居屋2023推出六个屋院分别是 于、安达晨道的安营院、安化院、安立院、启德的启院、元朗的朗天院及屯门的赵翠院,合共9154伙 其中,元朗朗天院单位供应最多,达3080火,以市价62折发售,价由149万元至494万元,平均售价约为285万元 使用面积,281、518平方英尺售价,179万元,372万元单位数目,518使用面积,282、478方英尺售价,171万元,394万元单位数目,1140使用面积,296、495平 英尺售价,181万元,377万元单位数目,990使用面积,278、497平方 售价,169万元,376万元单位数目,1380使用面积,278、475平方英尺 价,223万元,494万元单位数目,2046使用面积,280,454平方英尺售,149万元,318万元单位数目,3080参考上一期资料,今期居,白表家庭入息及资产限额,你分别为6.2万,即147万元, 身人事减半,白表家庭申请者,每月入息限额,6万2千元,产限额,147万元一人家庭,每月入息限额,3万1千元资产限,73万5千元年龄,在申请截止日期当日已年满18岁,为委会公屋住户,房协出租屋村住户或年长者居,单位的住户, 持有由房屋署发出有效率表资格,名书,其适用于出售居者有其屋计划单位的,户,房委会长者租金津贴计划的受贿者,拥有物限制,在递交申请截止日期前的24个月起即值至买单位时,均不得在香港拥有住宅物业,年龄,身截止日期当日已年满18岁,居港年期规定, 在香港住满7年,私营房屋住户公屋,房协辖下出租屋村,任何资助房屋计划单位住户的家庭成员租制,划购得单位不足10年内的业主,及其户籍内的所,认可家庭成员拥有物业限制, 由申请截止日期前的24个月起即直至签署买卖协议购买居屋单时,申请者及其家庭成员不得拥有或与他人共拥有任何香港私人住宅的任何权益, 新投票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请立即更新,浏览更精内容。